隨著時光的流逝 你跟周遭的朋友的互動 是不是開始越來越少了呢 當你遇到問題跟壓力的時候 你是否有感受到 孤獨寂寞的感覺呢 你知道根據科學的研究發現到說 原來孤獨是可以致命的 孤獨對於人體的殺傷力 相當於一天抽15根煙 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現在的人的孤獨感越來越高呢 原來隨著科技的發展 人們已經習慣了用Line 用WeChat 或者用WhatsApp 再去做溝通 所以人們只會在網路上面 或者是通訊軟體上面的文字的交流 而減少了很多面對面 說話的機會 那當每一個人面對面溝通的能力下降的時候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呢 也開始就越來越低了 那如果呢 這個時候當我們遇到孤獨的時候 當我們需要被支持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支持我們的時候 怎麼辦呢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去運用到 我們芳香精油的植物家族之中 我們張科植物的家族 我們張科的植物家族 是所有的植物家族之中 給予支持陪伴的力量是最好的 比如說 像我們的花梨木 他就有很好的支持陪伴的力量 很像一個媽媽一樣 他在旁邊會給你溫暖 會給你力量 來讓你去面對到孤獨上面的一個恐懼跟黑暗 那張科裡面的羅文沙葉 彷彿的是有一個智慧的張者 會來溝通你 會鼓勵你 告訴你說 我該如何的在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可以如何的來去做解決 那每一個張科的植物 都有它的一個特色所在 所以當你在孤獨的時候 你不妨的 可以拿出張科的精油來去做使用 那當然 我們的孤獨又分為所謂的 情緒性的孤獨 還有社會性的孤獨 不管是哪種孤獨 我們真的追根究底的 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是 勇敢的跨出我們一步 主動的來去跟周遭的人 多去問候 多去說話 多去做一個情緒的往來 因為只有情感才可以療癒情感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呢 多主動的來去跟周遭的朋友 來去多說說話 不僅你可以療癒自己 甚至你可以來療癒他 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功德所在 我是最重視你幸福 我希望給你快樂 還有希望的 亞洲情緒療癒演說家 醫生老師 我們課堂上見 拜拜